刘凯威与杨幂离婚之后 一直是单身的状态 而杨幂也是一心扑在事业上 没有新恋情传出 不过最近关于刘凯威与新女友李晓峰情变的消息却比较多 大家纷纷对这段感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尤其李晓峰更是受到了全网的关注 大家好 这里是一览无余 每日为您分享最新娱乐资讯 感谢您的观看 12月底 有网友传出刘凯威与李晓峰疑似感情不合分手 原因是今年已经40岁的李晓峰很想与刘凯威结婚 谁不知 刘凯威根本没有打算再结婚的想法 为此 刘凯威与新女友李晓峰正在闹情绪 在赌气中 此消息溢出后 立刻引起无数网友的热议和围观 另外也有一个传闻 小糯米十分不喜欢爸爸的新女友 一头短发 少了一点女性味道 也有另一种说法 刘凯威与杨幂当初离婚的时候签订了一份协议 如果刘凯威再婚要将女儿小糯米的抚养权让出给妈妈杨幂 面对网友的传闻 刘凯威的父亲刘丹出来澄清称并没有这样的事情 完全是网友乱说 小糯米完全没有见过儿子的新女朋友 怎么会有不喜欢这个说法 还表示 根本就没有签订再婚要将小糯米抚养权交出的协议 大家都知道 刘丹对孙女十分宠爱 每一次接受采访时提及到小糯米 脸上都挂住笑容 之前有媒体拍摄到刘凯威与在李小峰的画面 在上个月刘凯威大方官宣恋情 并收到很祝福的声音 刘凯威发文回应 多谢大家祝福 我和她性格很合 相处得舒服 谢谢大家关心 这一对除了被网友们看好 而且两人还贡献了不少话题 恋情公开后 刘凯威与李小峰形影不离 去哪里都一起 24日 由网友拍到刘凯威与李小峰在分手传闻后首次一同露面 现身在机场 两人现身当天 刘凯威身穿黑色衣裤 戴住白色口罩 看起来全身相当统一低调 而李小峰则身穿黄色羽绒服与黑色紧身裤 两人看起来全程没交流 而女方疑似情绪低落表情目呢 让粉丝们非常担心 而刘凯威也非常体贴 在李小峰不想说话的时候 低头相伴在其旁边 紧紧跟随 好像一个小跟班一样温暖 从两人的状态中不难看出 在这一段感情中刘凯威的位置还是相当被动的 而李小峰则要显得高冷不少 有一点就是 网友喜欢拿刘凯威的前妻杨蜜与现任女朋友李小峰做比较 如今的直播界 明星们会利用自己的名气削尖脑袋也要挤进去赚块钱的这个平台 李小峰也不例外 让她尴尬的是 在做直播带货时 网友在评论发上杨蜜的照片和她比颜值 网友说 刘凯威不是和杨蜜结婚在内地有几个知道她 李小峰比杨蜜漂亮有气质多了 跟刘凯威更般配 李小峰派的安居看过了比杨蜜身材长相都好 据资料显示 李小峰曾是安徽卫视主持人 出演过安居 烈人 风华等影视作品 恋情曝光后 网友扒出李小峰出演热播剧爱的二八定律中任眉眉一角 杨蜜是女一号 不仅剧情吸引观众 他们三人的行为也让大家看个热闹 由网友调侃说 娱乐圈可真小啊 刘凯威与李小峰在娱乐圈的发展反响平平 男方是新二代 出道多年一直捧不红 女方出演的作品并不多 认识她的人也不多 刘凯威的结婚对象 新恋情对象都是内地的 凭借这一点让她转足了眼球 弥补了她一直缺人气的遗憾 刘凯威与杨蜜在2014年1月8日在巴厘岛办婚礼 同年6月1日杨蜜诞下女儿 2018年12月官宣离婚 女强男弱的组合不长久也正常的 细细属一属刘凯威与杨蜜已经离婚4年了 外界总是将两人关联起来 刘凯威和杨蜜相识于2010年7月 杨蜜的闺蜜秦兰在超级访问中爆料 当时杨蜜拍摄工 秦兰和刘凯威拍摄大唐女江樊梨花 杨蜜来探班 和秦兰刘凯威方安娜一起吃饭 刘凯威觉得杨蜜很漂亮 就有了好感 可以说刘凯威对杨蜜是一见钟情 2011年 刘凯威和杨蜜主演了电视剧《如意》 此后二人又合作了 剩下晚晴天和电影后的主爱 两人因合作传出绯闻 2011年10月14日 杨蜜发布否认 各位行行好吧 这样下去我真的嫁不出去了 别闹啦 2012年初 杨蜜刘凯威被派到在一起约会 两人的恋情曝光了 2012年1月6日杨蜜发布试探大家 敢不敢说出你做的最勇敢的事情是什么 2012年1月8日 杨蜜刘凯威终于在微博大方公布恋情 杨蜜宣称 是的 我恋爱了 刘凯威显然很兴奋 终于可以大声说我有女朋友了 刘凯威将两人的恋情比喻为一颗高萌芽的小树苗 必须好好呵护 杨蜜个性爽朗 她对难度记者说 对待感情 我也不认为有什么高调或低调 我一向都是说 我支持隐婚隐恋 但派到了我就认 那现在我就遵守承诺 据悉婚纱还是杨蜜亲自设计的 在婚礼前并未让刘凯威见过 刘凯威曾在访谈中盛赞当时的杨蜜美刀 让她灵魂出窍 谈及爱人眉眼间也尽是温柔爱意 2014年6月杨蜜于香港产下女儿 小明诺米 据刘凯威父亲刘丹于港媒透露 杨蜜顺产po才产下女儿 可谓是吃尽苦头 从日常出行中杨蜜对女儿的保护程度也可看出对小茉蜜的关心疼爱 相比刘丹一家在媒体前大肆表现 杨蜜有助自己的见解 直言希望女儿可以拥有简单快乐的童年 在参加真正男子汉时给女儿打电话更是眼眶泛红 语调轻快柔和 对于与丈夫居少离多的情况 杨蜜坦言有自信 两人居少离多 2016年刘凯威被抱到深夜去网欧房间 一时间谣言满天飞 随后刘凯威回应说剧本 网欧和刘凯威都说这是工作 然后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杨蜜 杨蜜只是回复 我相信刘凯威 然后杨蜜离开了 事情也就过去了 此后二人依然忙于工作 于2018年12月发布离婚声明 表示共同抚养女儿 如今刘凯威已官宣新恋情 杨蜜虽有过绯闻但并无公开恋情 回看这段婚姻 早年刘凯威就在访谈中说过自己是艺术 而妻子比自己商业化 其实从这也可以看出 二人所追求的并不相符 男方并不认同女方的事业与价值 而夜光剧本事件将二人婚姻撕开了 无法缝合的裂缝 就算是为了孩子支撑了两年 终究也还是走向末路 一段好的感情应该是互相认可 且忠于对方 方能一同走向更好的明天 最后也希望各位 在生活中既能勇敢去爱 也要保持独立与清醒 在寻爱的旅途中与更好的自己相逢 如今刘凯威也有了新的恋情 杨蜜的事业也如日中天 希望两人都能越来越好 小糯米也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对此 你有何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进行讨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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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